大家好,这里是小鱼厨艺 今天给朋友们来介绍一种农村田间地头 较为常见的植物 它呢,也是一种非常美味的野菜 我们叫它灰灰菜 大家请看,就是这种植物 它在我们农村啊,非常的常见 村民啊,都特别喜欢把它采挖来之后 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美食来享用 灰灰菜,你吃过吗? 灰灰菜啊,对我们农村的朋友而言 大家都特别的熟悉 它是一种野菜 一种经常见到的野菜 在田间,在路边,在房前屋后 都会见到它 只是大家平时把它当作杂草给处理掉了 幼苗时期的灰灰菜 是一种绿色健康的天然野生蔬菜 它口感好,味道佳,营养丰富 深得大家的欢喜 灰灰菜它属于一年生草本植物 我们吃的时候 采摘它的嫩精液 拿来制作成蒸菜 煮面条吃或者是凉拌菜 都非常的美味 我奶奶特别喜欢用这个忽悦菜 拿来做成窝窝头 拌成玉米面 营养用健康 灰灰菜凉拌着吃 开水焯后 加入自己喜欢吃的拌料 味道是相当的不错 夏天的时候非常适合 好多人不知道灰灰菜浑身上下都是宝了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两个灰灰菜 非常厉害的用途 第一 灰灰菜晒干烧成灰 用它拿来当作洗衣粉 洗衣液 肥皂的作用是相当的厉害 这一点家里边的老年人比较懂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问一问家里边的长辈 学会了这个方法 一年到头能省下几千块钱的洗衣粉钱 灰灰菜的第二个妙用 晒干之后射成灰 留下来的灰烬 用清水冲洗一下 沥出来的汁液 拿来和面 制作扫子面 我们又叫做碱面 不知道在你们那里有没有这样的吃法呢 这样的碱面制作出来的面条 味道吃起来是特别的好吃 耍滑柔软又筋道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